大家好,我是艾元璇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归族港市 西山雄二十四 明朝一.二 泽滋养成一条龙 西山素刷突破材质清云套灯笼果 无名湾 雄山十三 明朝一.二 泽滋养成一条龙 西山素刷突破材料清云套灯笼果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归须港市 坟厌海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有一个小土路 我们走到小土路上之后 我们往右拐 沿着小土路往右拐 好,然后沿着小土路往前走 然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云怪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能够看到一头熊熊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云怪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越过河 在我们的左前方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 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亚怪 打完石头人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落定岭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走到悬崖边 我们贴着悬崖边往前走 然后出一下我们的右前方 好 我们走到悬崖边 然后贴着悬崖边往前走 出一下我们的右前方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这一个石头人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大坑 我们从坑里跳下去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这里有个向上的斜铺 谢谢 我们从斜铺这里 贴到斗上来 然后跳上来 跳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走到悬崖边 我们直接跳下去 下方有一个狼 是一个暗狼 热熔狼 你们可以顺手打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继续往前 好 这有头狼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前方能够看到两个石头人 这里有两个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这里有个枯树 两个枯树 我们来到两个枯树中间 然后从它前方 我们爬一下 爬上来 然后往前走 就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能够看到一颗斜着的树 在它的后方 又是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清亚怪 火七凤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无名湾 这一个按钮 全西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揣着我们回头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爬一下 面前的这座 小峭壁 好 我们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 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同样爬一下 然后走到前方 它跳下来 就能够看到一个 十多人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一直往前走 这里有三个 龙镜 四个龙镜 然后积居往前 前方就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亚怪 人机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的隔离 从来从这里翻过去 或者绕过去都行 然后往前 在我们的左前方 又能够看到一个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有个树 我们从这个在树的后方 又能够发现一个石头人 带洒小的都给它清掉 然后我们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往下拉 来到无存 残 锁 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从前方我们跳起来 这个路过了几头株 你们可以打一下 这也是C的 这也是E废的清云 然后我们过河 过河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有一个小石头 就个小石 就有什么来着 小石峭壁 然后就上方就是一头熊 在我们右前方我们爬一下 然后上方有头熊 然后我们来清亚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斜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 又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亚怪 叹叹叹叹叹叹 是上方向往前 还会倒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给条路 就是德克 演出出出出出出的 声音